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们的鸡杂有点多 因为我们正在研发一个新餐 然后把它煮成熟食 巨头一下 这是开店的 前年采用了鸡杂给大家煮了一个浅江鸡杂 那么今天又有很多鸡杂了 再来给大家煮一个新餐 藤椒鸡杂 现在看我操作 今天我们有准备的 有鸡蒸 鸡干 鸡心 还有我们的鸡蛋 这道菜 事先不需要大家来盖 只需要大家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 起锅 锅里面就要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 烧至备热 撒上一些姜片 葱段 再来点花椒 盐巴可以适量在多方点 大日高度别浇 现在把它推匀 好 现在放点香料 八锅 桂皮 香叶 这是山奶 这是别籽 玩当归 在锅里面撒上鸡精 撒起瓢 桂精 那是别籽在里面 还有来点胡椒面 好 把它拌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调的这个别籽露水 现在用中小火 给它熬个15-20分钟 现在露水的香味出来了 我们就把火锅开大点 把这个鸡子 给它倒进去 鸡上只不能够放 把它推匀 原本情况下 我们需要把鸡炸 先给它炒一边水 家里面煮 就给它省略了 这一步 那 现在锅里面水开了过后 你看发现 就煮出来了很多泡椎 那就是因为我们 时间没炒水的原因 现在把这些泡椎 给它 撇到一边 搭出来 不需要弄得太久 大概15分钟 就把火锅给它关了 关我们20分钟 准备点火量 把这个大蒜切成薄片 把这个大葱切成薄片 小洋葱来两个 把这个小洋葱对半放开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给大家看 这个小洋葱 可以帮助 这个小洋葱 再来看 可以帮助 在这边 就像小洋葱 有点 这个小洋葱 有点 是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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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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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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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